大家好,我们来共同看一下接下来这道题目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它的提问方式 问的是文中的绑架指的是什么 一道词句理解题需要我们理解绑架一词 那我们来定位一下原文 看这个绑架一词在哪个位置 通过对于文端的梳理去把握这个绑架它的意思 那文端第二句告诉我们说 作为手机灵魂的APP实际上已经绑架了用户 有所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绑架指的是谁跟谁之间的关系 指的是手机APP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那手机APP怎么绑架了用户呢 后文就给了我们整个的解释 那我们继续往后走 看后文在讲什么内容 后文说只要下载或者打开APP 就收集个人信息 或者收集与使用APP无关的个人信息 否则无法启动使用该APP 这导致人们处于毫无招架之力的弱势地位 即要么同意APP随意收集个人信息 要么无法使用APP 好 这里告诉我们 我要获得APP使用权的时候 那我就需要让APP收集我的个人信息 好 这是在获得APP使用权 我们需要让APP获得个人使用信息 好 那接下来继续往后面走 后面通过一个而且表示并恋 除了这还有别的 这些APP还怎么样呢 它们近于窃贼 那在根本没有任何告示提示的情况下 即开始了偷窥之旅 这样一来 人们将毫无隐私和安全感可言 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APP不仅在我们的 这个获得使用权的时候需要收集个人信息 另外在你使用的过程中 它在没有任何告示和提示的情况下 还会偷窥你的个人信息 还会随意收取你的个人信息 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榜样关系指的就是这个APP 无论是在获得使用权的时候 还是在你使用的过程中的时候 它都会去收集你的个人信息 而且是把你个人信息啊 所有的都给你收集上去 能收集的都收集 是这样吧 好 那我们就来看哪个选项 能够体现出来 这个手机APP在我们获得使用权 和使用的过程中去随意收集个人信息的 这样一个意思 那我们首先来看A选项 A选项说智能手机已经完全离不开 各类APP A选项讲的是智能手机和APP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提案中这个绑架指的是 手机APP和用户之间的一种关系 所以A选项这个关系的主题就是错的 所以A选项肯定不能选派出 而B选项说 人们已对智能手机产生了深度依赖 2B选项说的是 人们和智能手机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 而我提干中的绑架 它的主题是谁跟谁的关系啊 是手机APP跟用户之间的一种关系 所以这个2B选项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再来看3C选项说 APP存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 那不管是你获得使用权 还是你使用过程中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去任意的收集你的信息 它都属于这个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所以3C选项的说法呢 没有问题 它对于绑架的理解非常的准确 就是对于后面这一整块内容的全面准确的概括 3C选项没有问题 再来看4C选项说 获得APP使用权需要个人基本信息 这个获得使用权需要个人基本信息 只能对应而且之前的这一部分内容 无法体现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还会收集我个人信息 所以这个4C选项对于绑架一次的理解过于片面了 而且4C选项也没有体现一点什么呢 就是过度去收集你个人信息这一点 所以4C选项的理解不够全面不够准确 咱们不能选 由此这道题的准确答案就应该选择3C选项 这道题本身不难 主要就是需要我们主要分析清楚 这个绑架关系指的是谁跟谁的关系 指的是用户和APP之间的关系 而且另外我们还需要对比3C选项和4C选项 这两个选项的说法呢比较相似 但是4C选项的说法不如3C选项的说法 更全面更准确对吧 3C选项更全面更准确 由此呢对比之后我们发现 3C选项理解更好 由此选的是3C 好这是这道词句理解题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我们下课 请不吝点赞 欢迎 BJ consequ они 正面更好 正面好 感谢同学们� 就要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